在拆卸弹簧前,请先将弹簧连杆上的塑料盖板拆下 在本粒中,它已经被拆下 接下来,请将防护板上的四个盆状锚钉拆下 然后将防护板取下 请将后桥托架上的弹簧连杆拧松 但不要将螺母完全拧出来 将减震器固定螺栓的螺母拧下 将轮架上的弹簧连杆的固定螺母松下 但螺栓依旧留在其圆栏位置 将弹簧连杆上的水平传感器连接杆的螺栓拆下 然后将连接杆取下 现在需要使用专用工具来拆卸弹簧 其组成部分包括加紧元件 带导向杆 调节衬套和螺杆的衡量 基板 和定位销 针对后面的作业 请您和一位同事一起协同工作 将基板放在弹簧连杆上 并在对角位置采用两个定位销将它加以固定 而且箭头必须指向轮架 在上面部位将加紧元件尽可能居中放入弹簧 请注意 具有较长厌尾导轨的那一半 要位于最下面的弹簧圈上 将导向杆转入加紧元件 并转到底 采用导向杆上的调节衬套 来消除加紧元件两个部件的高度差异 使它的两半都分别贴在弹簧上 基板平面要靠在弹簧连杆上 同时加紧元件要居中处于弹簧中 这非常重要 如果所有都做到了 就请转动螺杆 现在弹簧将被压紧 将减震器和轮架上的螺栓拆下 现在可小心地将弹簧连杆 连同工具一起向下翻下来 在通过螺杆将弹簧松下后 请将工具拆下 然后将弹簧取下 接下来介绍安装方法 将下面的弹簧座放入安装座 然后放入弹簧 并使弹簧头部正确地 靠住橡胶垫中的定位 将加紧元件居中放入弹簧 然后重新转入导向杆 并转到底 再次采用导向杆上的调节衬套 来消除加紧元件 两个部件的高度差异 使加紧元件的两半 都分别贴在弹簧上 基板平面要靠在弹簧连杆上 同时加紧元件要居中 处于弹簧中 这非常重要 如果所有都做到了 请压紧弹簧 使弹簧连杆重新处于原来的位置 然后借助轮架上的螺栓 将其加以固定 将弹簧缓慢松开 借助工具校准弹簧的位置 使上面的弹簧座正确地处于安装座中 接下来的安装采用相反的顺序进行 预定采用相反的污蔽 令人在永远上 监 刘亟 靠近 人在杨状 真的 瓶口 棒 监 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